hello大家好我是建哥 不知道大家都更新了英伟达的APP没有 由于英伟达之前的GeForce Experience每次都需要登录 登录的时候还经常连不上服务器 甚至都有的加速器 专门做了英伟达GeForce Experience的加速 所以可能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原因就放弃使用了 导致GeForce Experience内置了其实很多使用功能 很多人都不知道 比如像串流、滤镜、回方录制等 甚至很多人为了一些黑暗的功能 去下载一些国内的付费软件甚至流氓软件 其实这些功能都已经集成在GeForce Experience里面 而且它是免费的 前几年英伟达总是在老软件上小修小补 但是一直就没办法去解决服务器和登录的问题 所以它就不在史山上打布丁了 直接另起炉灶做到英伟达的APP 不需要登录就能进行更新驱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新出的APP到底如何吧 飞利浦27MRN5510J RK原生180Hz高刷 27寸发色FPS面板 支持旋转升降和HDR400 99.1% 德打一小一二 试骗器也改成内置的了 适合3A级普通FPS玩家 以及专业设计和视频剪辑 价格只要1289元顺风包邮哦 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 淘宝店铺搜索潮玩国度数码 翻烧FPS玩家还想要更高刷新率 还有菲利浦27MRN5510P 刷新率提升到了原生240Hz 100%sRGB 价格只要1789元顺风包邮哦 具体可以查看我们这个评测视频 淘宝店铺搜索潮玩国度数码 电铺新增机箱电源散热器 ROGVK瓦尔基里 猫头鹰海运追风者乔斯伯 亚军利明银王等 审贷级别资源客服专业 售后靠谱价格给力 南京本地自提还可免运费 再优惠 追风者AMP1000瓦金牌全模 海运代工Focus同方案 带12伏high power线10年换新 黑色679元白色699元 没有龙神一代240清库存 送170扣具 两个猫头鹰风扇就值300块钱 ROG新养加OLED屏幕算300块 599元质保两年 四手五入水冷不要钱 压13600K很合适 数量有限淘宝店铺搜索潮玩国度数码 全世界的英美达APP 真的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其实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无管 时间最开始是因为有团队的小伙伴 他在电脑上下载了英美达APP 之后发现他的3080Ti 代机功耗在1.8以上了 明显比以前高了很多 即使把后台都清光 英美达的相关功能都关不了之后 这功耗还是聚光不像 就怀疑是不是英美达APP的问题 后来我们在工作室的4090上试图复现 还用了功耗显示插牌 结果代机功耗确实比以前多了60多瓦 但是风扇毫无动静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打开GPU-Z 想来看看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结果是显存它就一直跑在了最高的墨屏上 虽然没有跑到加速频率 但是是高的很稳定 不知道还是以为内置了什么挖矿的小人叙呢 为了排除是不是最新驱动问题 我们又回去了老板们驱动 结果还是最高频 并且在另台电脑上用GPU-ZP2的磁装中心驱动 其实它也不会去高频 基本上就坐实了是英伟达APP的国 这个代机功耗的提升很明显就合不环保 有趣的是英伟达最近又专门搞了一个英伟达的国区账号 可以用微信直接登录 不用再被担心和谐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之前注册过外出的账号 那么用这个两个账号是不通用的 也就是很多人奇怪 为什么登录了之前的外出账号呢 还是要显示要注册新账号 但是从贡献来说 英伟的APP确实是可以替代Default Departments 甚至更使用了一些 同样的Alt加Z 录屏回放截图等功能直接就铺设在了左侧 也能直接在设置里面去改节位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小图标 放上在大图标周围 至于遮不遮挡屏幕 那就是见仁见智的 屏幕录制还是从60帧提升到120帧 终于是赶上了潮流 而且英伟的APP也把滤镜功能 放在一级摊里面给好评 这个功能其实还是比较实用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显示效果不太好 按部期间丢失比较多的显示器 这只可以起到ES11的效果 正乎鱼是对喜欢使命年货的玩家 是个重大利好 而做出来这个HDR滤镜就比较科幻了 将不能支持HDR的游戏显示出了HDR的效果 效果比不上原生HDR 但是至少色彩严厉了一些 喜欢鲜艳风的小伙伴不妨可以试一试 里面可调的选项也非常多 甚至还是可以实质调整的 不是某些显示器厂家的OSD效果 GF1有的功能是一样不少 还增加一些画风选项 比如像这个千笔画风 能直接让2077变成无主之地 最下面这个统计数据则更加重量级了 几乎可以说是内置FPS monitor 当然数据抓取的精度和传感器的数据 肯定比不上那些专业的接口软件 但是对于普通玩家的日常使用足够了 而且它不需要单独的购买或者下载 不用每次启动前都得关掉 脑人的这些跟进提示和验证弹窗 毕竟很多人除了刚出卖电脑以后 或者刚启动对硬件压力大的大作就懒得开了 更重要的是 它由于是在官方平台上抓取传感器数据 所以它不用像第三方平台一样去等待更新 而这种信念优势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更难的可贵是 英伟达甚至内置了Reflex的分析仪 这是LDAT的输入延迟分析工具 这已经超越了一些第三方小作坊的监控软件的功能范畴了 这些基本上都是游戏玩家的刚需 你可以说它不怎么专业但是不能说它不方便 那回到英伟达IPT的本体 它贴心将常用的功能放在首页 不像以前一样需要深入到二级三级菜单 甚至挖掘才能够找到 Workcast相信经常直播的朋友都不陌生 它是很好用的直播软件 现在还支持AI降噪和虚拟背景 扣除的精度没那么高 但是也是差价人意的 Canvas则偏向于AI创作 相对比较容易上手 在它给丁的画布上面涂涂画画 添加一些素材也能做出一些美丽或者诡异的作品 这有点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在电脑上空白的画手板上涂涂一天 也能很快乐的日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 AI其实离我们就不是那么远了 因为它已经将它送到了首页上打开即玩 再也不需要像早期开发展那样 需要配置复杂的环境去跟Hub他们包带满了 AI创作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 真的能省略掉重复劳作 将每个人脑海中的七四万小都展现出来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AI的乐趣 Omniverse则得更配上于开发者的工具 它有硬的学习门槛 可以利用里面的素材搭建一些简单的场景demo 能用它唬一唬一些不懂开发的HR 或者技术叫老的一些面试卦 毕竟利用先进工具对于草仔班子进行降临打击也是能力之一 里面Lucas就暴露了英文达的野心 能够使用不同的软件输出不同格式的3D工作者 实时修改互联互通不需要改一个法线贴图都要重走一遍的工作流 极大利好游戏和建模相关产业 有点工业流水线那位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开发者 水平也仅限于三天动发的水平 如果说有想深入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去学习向英伟达的官网进行学习 里面有一整套的开发教程 算是官方的使用指南 毕竟上也有人教课 我们就不在这里白文弄斧了 支持刚卡随着软件生态的逐步搭建 开发者的效率正是越来越高了 有了这些工具加持 估计未来GameJam的成果会越来越精致 就越受注于完成度 而与奖项甚至交臂的作品越来越少 估计现在也很难看到 是一年前的白魔大会的场景了 SIG的图像比较工具 则是将Adobe的一些功能集上进来 只需要将视频或者图片简单的导入 就能直观预览 可以比较随机拖动对比轴 也能直接输出对比效果图 虽然可疗的选项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本来也就不是面向专业开发者软件 它只是内置的图像处理插件 还那句话好上手才是拓展用户面的第一要务 连接是界面都需要去B站看2小时的软件 天真就会对用户不友好 确定了一大批想浅尝辙止的轻度用户 其实不管是大元AI模型 声音模型还是图像模型 以至于刚刚爆火的视频生产模型 其实它们的火爆都不是一次好就的 而是一直有大量的开发者在迭代 但即使是突然爆火也好像离我们很遥远 只有专业开发者才能玩得转 如同黑科帝国对我们来说 还只是科幻片一样 但随着高性能硬件的普及 普通人其实已经能够到了AI使用者的门槛了 下面不就是推广使用方法 一开始是有Nobel AI写小说 发展招用咒语念单 再到后来的AI语音 AI虚拟主播 以及前段时间各方新闻媒体推出的AI主持人 都在进一步降低使用门槛 不光是英伟达 这也是谷歌微软Meta一直在做的事情 但出于好奇心的吃瓜群众 和苦于重复劳动 无法实现脑中其次妙抢的创作能 也能为AI的发展示一封力 享受AI的便利 那FreeView则是统计数据的延伸 使用过小微机超伙伴 肯定会对这个界面很熟悉 但与其说监控软件 其实更像是一个记录软件 可调项目不多 但是都很实用 甚至说有丢针 梅瓦特的性能色彩扫描调等冷门项目 而且F10就可以开始性能记录模式 并且直接设成Excel的表格 相当于内置Headwell Info的监控日志 还不用每次手动重置时钟 直接在游戏里一键开启或者停止记录 而不需要两回的签 前空内容虽然没有Headwell Info那么全面 但都是游戏玩家最关心的帧率 MG1 50的Login CPU GPU的功耗频率等项目 这方面来讲英伟达算是直击用户的痛点 在专业监控和智商使用中做了一个平衡 又是功能极人化的进一步尝试 正好借着英伟达刚开的GTC大会 来聊聊AI的发展带来的争议 其实不光是AI 任何科技研发的初衷 都是替代低端的重复劳动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用户需要低信息商的内容来放松 厂商也需要低烈度的内容来填充体量 没有辅助工具的小斗坊会浪费大量资源 在开发重复的填充物上 从而挤展开发者想要真正实现内容 好像出现 画师画了几个月画一张图 读者两秒钟就翻过去了 但是这种内容却又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这些用来填充内容的文字 例会贴图都可以用AI去代劳了 创者需要专注于展现高潮的主旨即可 跟媒体有些厂商已经偷懒 已经把剧情文案写得连积翻都不如了 业文力差的声音配的可能还不如AI的声音 这种情况下真的没有AI创作的表现力好 至于有些公司让初级的原画改AI图 我只能说这个就是完全不懂技术的外行在跟风的瞎稿 就像让贝宇明去打灰 建定为不知道画师该用到什么地方 而且现在的现实情况是99%的非专业人士 他其实可能分辨不出AI和人类的作品 用来填充的内容也不需要专业的绘图写作技巧 可能会担心AI普及的厂家会大量灌水 我只能说预避的关头任务 手里的谜与剧情可能都是人类手把手喂给你的 场景复用任务难度堆叠一个也少不了 真要审美疲劳了 消费者也会用钱来投票 而且一旦AI把开发的门槛和成本降低了 对于业界一定是个好事 因为我们有太多天马行工的想法 在立项阶段就被庞大的开发成本和体量劝退了 我们未来会见到大量的 像《幻觉怕术》这样的小体量作品 还能弥补同的遗憾 尤其像GEO GAME这种文字量大的 小作坊请不起身忧的 上古游戏重置扩展的都能去请AI代劳 我都不敢想给蓝丝配音 给P要醉与罚的高清重置后的画面有多美 哪怕开发一个AI语音的编译器 像字幕一样能够外挂 甚至干脆游戏的直接内置都是一种进步 很多人会讲AI会让人失业 其实这点不知可否 任何技术的革命都会有代价 但是抢足你工作的人 他不会是AI 而是会使用AI的人 现在抗拒AI就像是几百年前 去诋毁纺织机一样的人一样 工业革命用集约化的生产代替的手工作坊 从而诞生出了图纸、生产线等 提高生产力的标准化流程 人只需要会设计、会画图 就能在任何地方生产出一模一样的产品 降低了人类的劳动强度和危险性 现在程序员也好、画室也罢 其实还都停留在小桌房的水平 国内的软件生态还是停留在圈地自萌 闭关锁国的重复造轮子的间段 每个公司的轮子都参差不齐 如果AI编程、AI写作、AI画图 能够跳过每个人重复造轮子的过程 直接让想象力直接落地作为作品 那也是一种进步 甚至不是说现在的AI就已经在解放生产力了 打工程生产班的听书、视障人情的语音朗读 各种小爱同学、理想同学所完成的功能量 已经不是人类所能完成的 更别提《游戏插战体》里的dbm 包括软件里的各种语音助手 更是能给生活带来便利 水流比特的感动里的女主也不必 只能做路人画师的工作 语界也不必从甜色学徒开始做起 当然解放出来的生产力 多出来的劳动剩余是否能让普通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 这个就不是AI能解决的问题了 技术革命并然会让一部分的职业消失 但是也会产生出更多的职位 现在的生产力水平足够未保全世界的人 中国的房子也足够让所有人居住而有其屋 但是饥饿和浪费它仍然存在 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贫富差距就放弃发展技术 相反技术水平的提高至少能让被剥削者的深蹲下限能 提升到不被冻了致死甚至有些许余的 我们所做的就是掌握的新的生产工具并且拥保未来 毕竟在极端功利主义的产生社会 只有理想主义者才是人类的最后的进取之心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使用了易伟达的APP吗 欢迎订阅弹幕给我们交流 观众中别忘了点个小赞和点赞 因为我们是全职youtuber 你们点赞都我们平常中介 如果想累了更多电脑资讯的话 可以关注冲通知公号 长安客cdf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来到淘宾店铺长安客 或者淘宝刷商品长安客 在长安客我见我们下见 拜拜